为了鼓励年轻学生运用创意思考 台中市教育局推出爱台中创意奖学金 总奖金高达138万元 要号召高中职级大学生以融入台中意向的创意点子 设计文创作品即为电影 得奖作品还有机会透过量产变成文创商品 鼓励年轻学子发挥创意爱台中创意奖学金 申请活动已经迈入第五年 今年以台中意向为主题 作品希望以能够结合台中的历史景点还有花卉等元素 来设计相关的文创作品 创意比赛事实上是现在非常蓬勃的一个发展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以台中意向为主 那特别以2018年的花博 就花卉可以今年可以特别加入这个元素 一起来做创意发想 将作品投入收件箱 今年竞赛分为大专组和高中职组 类别包含文创设计 赖贴图设计和微电影等 总奖金高达138万元 而且得奖作品还有机会变成量产的商品 让学生们是跃跃欲试 总奖金也很高 然后还蛮吸引人的 因为我自己是中心大学的学生 然后之前在大二的时候 也有跟朋友一起参加微电影社 所以现在各大专都有微电影社的话 这个也是还蛮吸引人的项目 应该会吸引到很多大专生来参加 是因为我本身对文创就蛮有兴趣的 然后就是就加上市府有这次 让我们发挥创意的空间 就是可以开始思考 就是可以把台中市的哪些特色 跟自己的创意做结合 然后发想成一个很有意义的产品 街头艺人带来特级表演 为活动揭开序幕 表演以年轻创意为双主轴 为的就是要鼓励在校学生 从日常生活中发挥创意 玩设计也要爱台中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